重機行駛在山路上 怎麼好像沒看到騎士 只有後座女乘客 另一張也一樣 女乘客身穿熱褲 還拿著手機 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 仔細一看 原來雖然車沒有倾斜 但騎士側掛壓車 還載著女生 也讓不少車友直呼危險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正常的騎車 然後不要引起負面感官 就是說都希望穿裝備 然後保持安全 就是玩這東西其實沒有錯 但是安全是最重要的 就是剛好一個角度 還滿有趣的這樣 就有點危險 雖然他可能覺得 速度不快滿安全的 但是還是要 就是因為畢竟後面 載人家的女兒 就好好騎車就好了 無頭騎士照片 在重機圈引發討論 有人留言 希望女方的爸爸 能看到照片 也有人說自己的選擇 其中一名本尊 也現身回應 他強調是因為 之前彰化線139線道 壓車科技執法 地面清腳不能小於60度 才會這樣拍照 其實本來也沒有打算要載 就是剛好有遇到 然後多個風 然後遇到朋友 就順便演戲 也給他拍一下 這樣 那個車速很慢 就是為了反諷一下 科技執法 雖然真相曝光 是刻意所拍下的照片 但騎士騎重機防護 真的該做足 因為一不小心 重機騎士呼嘯而過 下一秒 連人帶車 噴飛好幾公尺 碎片散落一地 也倒霉到後車 閃避不及 當場摔車 事發在上個月中 中橫公路 台8線30公里處 50歲理性男子 刺狀山壁勾圓 身上多處擦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只是不管在哪騎車 最好還是安全第一 華視新聞中仰忍多恩 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